meisten新聞醬 Michelle 朱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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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按中國的國委朋友 是啊很感謝你 你都心中你也是 shirts 承認你照採訪 我們向中國的頻道的朋友當做 不是太厲害了 你先讓我們大家做一個介紹 好不好? 好 我叫朱鋒 一個憲法學家是從事憲法立法的審查 看看任何的立法過程有沒有違憲 好像你說最近特朗普這件事出來 他有沒有違憲? 好像澳洲的反滲透法、反間諜法 有沒有違憲?做一些違憲測試 因為你如果測試出來 你的立法是違憲的 那就很嚴重了 現在你住在澳洲的行李 我是住在荷培拉、適黎 兩邊走的 是的 我都知道你都很關心香港的 美國政府終於就出手了 就給了制裁名單出來 差不多有12個了 所以我想請你在你的專業上 給我們香港的民眾分析一下 你怎麼看這個制裁方案呢? 這個制裁肯定出的了 遲早了 現在一個一個來 拳打到你 共產黨都不知道怎麼接 剛剛五個靜網 接著又來制裁香港那幫高官 接著又美國的維生部長訪台 這些事情是一個一個來的 逼共軍出手 看看是否出手 因為民主國家好像都打第一槍 好像上次邱斯頓那個關 其實是測試這個 想不承認這個 上海的聯合公佈 上海的聯合公佈就是 一定要是一個中國 承認中國 不承認台灣 現在就希望 你也知道在國務院的辦公室裏面 有一個現在中國顧問 袁茂生 我們都是老闆 他們的主意就是 要踩到中國盡 逼他出手 如果出手 殺他 不出手 漲漲出手 香港這個法案 制裁就是根據美國的自治法案 美國自治法案就要制裁了 這幫人 現在都制裁了 他沒有一個銀行 就跟他做生意了 無論是香港的銀行 難得不夠膽了 現在大陸的銀行 工商銀行 四大銀行 工商 中國銀行 農業銀行 建設銀行 這四大銀行 我們得到的消息都不敢接受他 除非他找一些鄉下的銀行 和他隨時開個戶口 你林鄭 你又不放心把錢轉成人民幣放在大陸的 現在他制裁他 美國的制裁是根據《自治法》裏面 第七條制裁 他制裁他 這個制裁主要就是 美國有一個叫做switch code 為什麼美國可以制裁你呢? 就是美國掌握了金融支付中端的switch code 你銀行沒有了switch code 你基本上就不用做銀行的了 是吧? 所以美國有這樣的武器可以制裁你 現在就是有兩個制裁 一級制裁 二級制裁 是吧? 一級制裁 二級制裁 如果銀行和他做生意 銀行給他開帳戶 就二級制裁 制裁所有的銀行 所有的銀行 林鄭她說過的 我都不去美國的 我的錢又不放在美國 我在美國又沒有財產的 這個就好像他不止是不明白還是不夠法律知識 應該做到這個位應該明白的 是吧? 那你英國銀行 世界所有的銀行 都不敢違抗美國的制裁法 你制裁 你如果違抗美國的制裁法 你這些銀行 美國馬上制裁你 是吧? 銀行裡面有很多CIA的人 是吧? 你如果收到這些客戶 一報告給CIA 那你這些銀行就死了 但是很多銀行呢 其實這些銀行 它已經是 預先已經有防備這個法律風險了 它預先做做評估了 我估計它現在 香港所有的銀行都已經不會侵了 林鄭華 現在出糧了 拿一些現金回家 以後都挺慘的 她的兒子 她的老公都是要制裁的 那你銀行如果制裁它呢 如果銀行跟它做生意呢 它就制裁你了 那現在的銀行就 哇 其實你還沒出這個名單之前 銀行已經做了功課了 哇 這些人可能會制裁 快點 要你去另一家銀行 我這裡的廟小的頭 不能放你下 就是這樣的意思就是 沒有銀行 信得它玩的 那它現在可能有貓的 它可以出貓的 你看看文晚舟 它都出了幾本假護照給它 可能你看看律政司 香港律政司制裁了它 它都可以出假護照而已 是吧? 它就換名字啊 出假護照對付你了 但是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銀行 就是美國人知道呢 那你選銀行就死了 但是銀行都不敢沒有這個風險的了 而且呢 現在接下來的呢 不是只有這12個人 還有一個外國人 還有一些 接下來的不只有這些人 後面還有 起碼我想香港也有 計算那條數 也有五千到六千人 伊朗是制裁整個系統的 一萬多人 那你香港 你的意思是香港可能還有五千到六千人 會露到繞來 美國會制裁他們 我們看到了 是吧? 你制裁伊朗 伊朗有多少人被人制裁 有一萬一千個 一萬一千個人被人制裁 現在這件事情就是 只是第一個名單而已 後面還有很多名單跟著來的 包括那些警察啊 有些政府行政班子裡面的人 都會陸續來的 起碼我計算那條數 也有五千多個 這些建制派的 他們會被人制裁的 慢慢來吧 現在呢 就見到香港的 已經被制裁的那些官員 好像警務署的處長 鄧炳強 中聯辦主任 駱惠寧 還有一些官員 其實他們都有違反這個制裁的 意思是說毫無意義 不痛不養 就好像歐痕那樣 這些事情你又怎麼看呢? 這些官方的行話 肯定要說一下 難道說我很慘啊 我現在不行啊 那些痛的肯定不會告訴你 那被美國制裁 還有一個就是那些家屬都要制裁 那些家屬制裁 那你以後 你不一定是美國的 這些制裁一出來以後 美國管全球的 因為全世界都要用美國的 那你香港啊 澳洲啊 什麼泰國啊 什麼都害怕的 不是說美國銀行制裁你 那些人不會告訴你 他騙你不懂的 很多麻煩跟著來 你做什麼都不行的 什麼股票交易又不行 或者借錢又不行 很多 就是基本上不行的 現在這個制裁 不只是香港的 可能其他國家都會跟著去制裁 那如果是這樣下去呢 那他們的錢 是不是不可以持有其他國家的外幣呢? 就是不單止是美元 澳元啊 它是這樣的 是啊 它不是 它主要你不可以持外幣 比如你換了澳元 如果英鎊放在家裡 可以的 沒事的 它就是不讓你用銀行戶口 不讓你用銀行戶口 因為現代人 你沒有銀行戶口 你很不方便的 很煩的 你想炒一下股票又不行的 你做什麼都不行的 凡是涉及到銀行戶口 很多東西就換了 還有簽證限制 這幫人的後面那幫家屬 都不用去美國了 以後英國跟著來 他們又不能去英國 澳洲也是跟著來的 因為整個系統來的 英國都有這個 這個制裁是財政部的 美國財政部執行的 財政部裏面專門有一個海外委員會 這個機構就是專門制裁 這個機構在英國 在澳洲 在新西蘭都有 這個機構 我們都跟這些機構的人 因為很熟悉的 現在的銀行 它不是說你來到 我再出來 銀行就是 預先已經知道你的 你一進門口 就說你不要玩了 警務署長 林鄭 甚至她的秘書 都有資料的了 她進來都要搞清楚 因為你很容易搞壞我的銀行 現在中國官方 中國官方可能去補這些人 或者暗中來搞些事情 這個就引起 現在制裁香港 這麼高級別的官員 很容易就引起中國官方的干涉 到時候林鄭 當然是聽中國的話 是服美國的 她肯定是聽中國的 聽中國的話 中國如果處理不當的話 就很容易引起第二波 第二波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金融制裁 中國的銀行 由於違反美國的制裁法 美國就直接打中國銀行 直接打中國銀行 關閉中國銀行的 Sweet call 以後 就變成金融戰 現在這個制裁 是不是連中共的政府 都不可以幫他們 中國的中資銀行 都是不可以幫他們交易 是啊 因為中國的中資銀行 比如我們說 是中國銀行 工商銀行 建築銀行 農業銀行 這四家是很大的銀行 這些銀行都不敢得罪美國的 它每間銀行都要去美國 或者跟美國建立一個美國銀行 那它買美元的時候才方便 它必須要求美國銀行 它才開到 它才發展到自己的業務 如果是美國銀行不理你 或者制裁你 你四大銀行很快就玩完了 所以連中國的銀行都要很警惕 它們都不會侵林鄭 它們開戶口 只有現在的銀行很小的銀行 它可能 但是另一個矛盾就是 這幫高官 又願不願意去買些錢 拿回那些遠的銀行 那些市的銀行 那些這樣的銀行 中國有很多銀行 很多地方銀行 西銀行 公銷、合作社也有的 林鄭可不可以去一個很小的遠的銀行 合作社開戶口 那些不可能 那可能中國政府 專門為它制裁銀行 但是這幫人 其實又不是很信中國政府 你和《國安法》的立法 就知道了 六個小時之前 林鄭都不知道《國安法》說什麼 到六個小時以後 這個法已經通過 就行了 從側面看到 共產黨也不是很信這幫人 其實不是很信林鄭這幫人 因為他們說到尾 香港人 當然 他相信駱惠寧 多於信你 所以這幫人也不是很信共產黨 雖然他是為共產黨服務的 但是都有矛盾之間 大家都不是很嫁 是吧 好像林鄭 他做得兩整 他就想放棄了 是吧 送中就不用了 是吧 即是說 沒有說切 但是都暫停了 是吧 所以 習近平肯定 這幫人 如果是沒有我 你們這幫人肯定屈服了 是吧 最後 發了《國安法》出來 《國安法》就把信中的成果 全部都掃了 一掃而割 這幫人不單純送中 整個香港都是中國的 所以那幫人也不相信 所以現在呢 說回來 就是 香港 中國在這件事裡面 可能 就不知道他怎麼處理 看他怎麼處理 好像他關 休斯頓 他關成都 領事本 那 如果你制裁 你 他美國 中國又進一步 又搞 搞美國 慢慢慢慢升級 螺旋升 升級 可能金玉戰出來 那 明天呢 不是 明天 明天的衛生部長 他是 序列挺高下的 如果死了11個人 第12個人 他可以繼承總統 職位 所以都很重要的 這個人 這個衛生部長 又可以繼承 那麼 那就踩硬 這個 共產黨的紅線 是吧 那麼 他有 他有 反分裂法 應該打的 是吧 不用斷交 應該打的 是吧 那 現在 他也是 沒有辦法 是吧 現在是一環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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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追問一個 這個制裁 再問回台灣 那麼 現在你剛剛講到這個制裁方法其實都挺立的 還有 還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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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政府內部的高官 他們有些什麼應對呢 你覺得 還有這個 對中國大陸的官場又有些什麼影響呢 這件事是人人自提的 你知道中國的官員有很多錢在外國 瑞士、美國、澳洲 如果這樣玩下去 那些錢就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沒有了 特別現在武漢肺炎 特朗普已經公開講了 你放毒的 搞到我死了15萬人 喂 大哥 美國人死了幾千人就開始報仇了 就像911珍珠港 現在死了15萬 那美國人怎麼想呢? 我想他都是想報仇的 問題就是現在很明顯 美國陸軍一直都是以累制的 現在變成了以私的建制 而且不斷地操練陸軍 這個動態就是很懦人沉迷的 所以不斷地有制裁 後面的呢 現在不清了 清了五件事 所有的app 所有的抖音、TikTok、微信要關閉了 凡是中國的軟件都要關閉了 這樣你中國那些科技公司就是玩完了 沒有了多少個客戶 那不見了五千點 好像騰訊 騰訊一會兒就見了五千點了 他的客戶 那些人是害怕的 你這樣搞不好搞了 我不玩你了 還有你即使你想上微 好像我們這樣以下 想上微是不是上不了 他要你更新 一更新 那個store 那個軟件 那個商店沒有這些軟件 那你什麼都玩不起的 什麼都不行的 所以電訊 海底電纜又不給你 電訊公司的牌子就沒有了 所有的app都不給你上 中國的app 還有所有的 現在如果用手提電腦 用座台電腦 所有你的網頁 你要用網頁才能打開 比如你360度的網頁 QQ網頁 騰訊的網頁 你中國人不會用Google的 不會用Google的網頁 現在都是用中國網頁 360度 什麼度 那些網頁以後都廢了 所以這個對中國的打擊很大 香港這單 香港制裁的11個官員 就是第一槍而已 第二槍就有來 但是其他那些東西加起來 其實都是光了香港 都是對香港有益 光復是時代革命的 是吧 真的是時代革命的現在 那麼陸續有來的了 現在最辣的手在後面就是金融 我看它有些動金融戰的 如果動金融戰呢 大陸很慘了 還有呢 乾脆斷你的網 現在那個互聯網的總開關 是美國人沒那麼制裁的 一關就沒得用了 你大陸連網都沒有了 你不要 什麼什麼什麼 你都 就是 以毛未乾友 以人 美國是衰落的帝國 現在被衰敗的帝國制裁 你看你怎麼辦 很糟糕的 陸續有來 就是余茂生 余茂春 是不是余茂春 余茂春 余茂春 她那些手機真的打三寸 打蛇打三寸 真是打三寸的 真是妖害 就是哪樣辣就出哪樣 那現在後面最辣的一點就是 金融戰 看看你對這十一個高官 中國怎樣處置 怎樣的態度怎樣 如果你的態度一不行的話 金融戰就在後面跟著 金融戰不得了 你制裁這幫十一個高官 不是很厲害的 金融戰就厲害了 就是這樣 究竟那個金融戰 你覺得有什麼殺傷力 金融戰就是 金融戰不是通過制裁你的十一個高官 然後你的銀行去跟這些高官有接觸 然後再來製裁你的銀行 而是對所有中國的銀行 全面製裁的 是吧 包括為難你買了美金 你現在中國的那個就是 你有多少美金才有製造銀行 一製造銀行就是你獲得美金的能力就沒有了 還有美國的所有的銀行都不同的 有來往 哪個人是來往呢 就是制裁誰 還有你不可以國際結算 那很嚴重 比如你做生意 跟別人你想去結算什麼 結算經過Sweet Code 經過美國 經過比利時的 現在不讓你做 銀行做不到結算 你怎麼做銀行呢 你沒有了美元貿易 你怎麼做美元 你香港發抄中國銀行 匯豐銀行 炸彈銀行 你拿不到美元 你怎樣去搞聯繫匯率 怎樣去發抄 你沒有辦法的 一金融制裁就是海嘯級的 海嘯級 最後還有一手就是 狠起上來關了你的互聯網 就是你的中國互聯網 沒有了IP地址 一關了你就沒有了IP地址了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什麼厲害的中國 你說美國是衰敗的帝國 這次制裁國就知道了 很多粉紅 不明白這樣的法律 金融 知識 因為美國 其實美國你說它霸權 它不跟我說是霸權的 其實它是制裁自己的國家的銀行 他說 我們美國的銀行 我不跟你做生意 那你就死了 其實它是制裁自己的 薩迪恩 它也有損失的 美國也有損失很大的 其實它是制裁自己的國家的銀行 制裁自己的國家的芯片公司 制裁自己的國家的科技公司 通過制裁它 達到制裁你的目的 其實沒有什麼不霸權 我制裁 我打我家的兒子 不讓我家的兒子跟你交往 但是我家的兒子是很厲害的 我家的兒子非常厲害 如果你不跟我家的兒子交往 你就很糟糕了 就是這樣而已 你不能夠說美國霸權 好像紅粉 黃麗那些外交部 經常說霸權 霸權 霸什麼權 因為人家制裁自己 又不是制裁你 通過制裁我們有些美國公司 不跟你做生意而已 所以美國的長臂法 就是美國有一個長臂法 就是可以制裁你 其實制裁你 是制裁它的公司 通過制裁它自己的公司 就達到長臂法的效果 它一點都沒有霸權 為什麼呢? 它美國每樣都要領先 金融 科技 你哪個國家 鄧小平都說了 你跟美國關係搞不好 你就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 跟美國搞壞關係可以發達的 只有你跟美國關係好的 你知道嗎? 所以這裡很多東西 關系法律 關系金融知識 關系科技這些東西 很多人都 特別是粉紅 它不明白 因為就是做粉紅 就是美國的衛生部 就首次以特朗普的名義 就去台灣參加會議 官方會議 至少150天 視你知中共官方都有很強力的反應 因為中共一直就堅守一中的原則 現在這次這件事 擺在臉上 碰到了中共的底線 剛才你有講到 戰爭 其實胡錫進也有講過 環球時報的總編也有講過 你不如跟台灣建交 跟中共斷交 你夠不夠膽? 所以這件事 請你分析一下 現在這件事發展會不會怎麼樣呢? 中美是否真的會斷交 跟台灣建交呢? 美國呢 之所以美國不能夠訪問台灣 美國不能夠不承認台灣 那個法律基礎是誰呢? 就是上海公佈 就是連那個中國和美國簽的公佈 這個也是國際法 是吧? 在美國有些人說 我和你簽的法律 我可以說它是歷史文件 也可以的 你中國和英國關於香港的聯合聲明 都變成歷史文件 是吧? 那我這個中美這個聯合公佈 也是歷史文件 打平而已 是吧? 合情合理 是吧? 你明白嗎? 是吧? 其實美國呢 上次那個 陶貝奧 國務卿 去英國訪問 他們在喝茶 喝茶 訪問公司的正式 你中國說 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 是吧? 好了 英國首相說 你不如把那個中美聯合聲明 把那個歷史文件 大家不遵守吧? 不遵守的結果是什麼? 不遵守這個中美聯合公佈的結果是什麼呢? 你不遵守這個中美聯合國 但是香港的平台 就是唯一的 美國的平台 香港的平台 就是香港的平台 香港的平台 香港的平台 但是香港的平台 香港的平台 香港的平台 現在是香港的平台 香港的平台 香港的平台 又沒有自由表達願望的權利 每次都是你共產黨的 70年你坐在那裡都是你執政 其他黨又不給執政 為什麼? 你憑什麼 你有什麼法理的基礎 是不是? 現在我如果跟你不承認你中國 是合乎道理的 為什麼呢? 你中國是你共產黨的 不是中國人民的 所以有跟你斷交呢? 其實是美國希望 是美國希望 所以他不在乎 我派衛生部長去 我還要派海軍陸戰隊駐紮在台灣 主要放一千人在台灣 美中那裡 打和不打你 先想過 我就要駐軍 第一步 衛生部長 第二步駐軍 第三步建立台美軍事同盟 現在美國想和越南 馬來西亞 菲律賓 這些國家成立軍事同盟 一成立軍事同盟 你中國就來一下 你去搞這些島 就等於搞美國 你去搞釣魚島 就等於你去打日本 就等於打美國 因為美日有軍事同盟 我們澳洲和美國有軍事同盟 你來打澳洲 等於打美國 以後你去打 是吧 泰國 或打越南 等於打美國 所以 第一步步來 那些東西很辣的 現在 那這次衛生部長 大家關領事館講一下 那些東西我就已經是知道 這是第一步來的 逐步來的 逐步升級的來的 故障關你的領事館 就是想不適應你的領事館 為什麼呢 優斯頓領事館呢 是這個聯合公報的一個標誌物 這個聯合公報一簽了以後呢 第一間領事館 就是 優斯頓領事館 而優斯頓領事館 以前是台灣的領事館 那關於這個優斯頓領事館 有兩種意思 第一個意思就是 我想不承認中美聯合公報 第二個呢 我就是想把這個領事館給台灣 如果我和台灣建交一些 台灣設領事館 我就去回優斯頓 因為優斯頓本身 本來就是中華民國的 知不知道 是中華民國的領事館 後來中美簽了聯合公報 不承認台灣以後才給了中國做領事館 所以關於優斯頓領事館是含義很多的 很多意思的 很多意思的 大家不知道 好過很多層意思 為什麼美國有五個領事館 舊金山 樂燦基 紐約 芝加國 四個領事館 比優斯頓大得多了 為什麼不關它呢 只是關於這個 這個就是歷史意義了 本來是台灣的 現在去逐步來才去派個衛生部長 衛生部長在內革排名第12都不很高了 看你怎樣反應了 你如果反應不對頭 我慢慢駐軍 這個其實跟著來的 後面有辣的東西 真正幫到香港人 我告訴你 駐軍台灣 開打金融戰 那就從另一條戰線幫了香港人 不一定是制裁那幫人 制裁那幫人可能會說 哎呀 我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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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軍你就痛了 接著跟台灣建立軍事同盟 建立軍事同盟比跟台灣建交利和得多 跟你有外交關係 不一定你打起來就上來幫你的 你有外交關係 不一定台灣 中國打台灣 你我就出兵的 但是如果你建立軍事同盟 就比建交還要有 所以有胡編 胡編都不夠辣了 那個思想覺悟 它還沒有法律的覺悟 還沒有戰略家的覺悟 我美國我不跟你建交 我遲一下 我現在跟台灣建立軍事同盟 駐軍台灣 這樣更辣了 你中國真的不能動手的 你怎麼動啊 美國在台灣那裡 台美有軍事同盟 台灣只是打美國的 事實上就出兵了 是吧 還有另一條法律 現在國會正在立美國國會 就是台灣侵略法 就是說現在沒有法律 要求美國出兵的 中國如果打台灣 美國出不出兵 沒有法律根據的 沒有的 這個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沒有的 美國可以不出兵的 不是一定出兵的 因為它沒有法律 所以現在很多議員說 馬上要出台 就是出台叫台灣侵略法 就是你中國打台灣 在法律上就已經有根據了 美國一定要出兵 是吧 那這個出兵呢 其實就是制止了中國要武統台灣的野心 它現在在美國的面前 它是借雞的啦 它怎麼敢打 是吧 那現在講南海的問題 講一下南海的問題 南海的核心問題就是南海下面那堆潛艇 還有在暫光那個核發射基地 很多核的發射基地 通過潛艇出來 你美國看不到它 它全部在海底工作 它在那裡出來 通過南海那些基地 作掩護 潛不出去太平洋 然後在太平洋那裡再發射核彈給美國 這個就是威脅 所以表面上要拆掉那些島 拆掉那些島 這個其實都不是美國的最終目的 美國最終的目的就是搞定你海底那些東西 那些海機發射 那些東西最重要的 中國的陸機發射呢 陸機發射不行的 威脅不了美國 你一打開蓋子一發射 馬上就美國的偵測衛星就知道你了 馬上就蓋你的 你空機 比如你派個飛機去運一些核彈去到美國 炸 你又不行 因為你沒有戰略軍炸機 中國沒有戰略軍炸機的 它轟飛到 飛一半就沒有了 飛不了了 要回戰略軍炸機 只要是海機 在海底發射核彈 是中國叫做二次反擊的能力 所以南海 南海就是這幫人了 所以要搞定南海海底那些東西 那美國就放心了 想搞什麼就搞什麼 現在顧忌它有核武器 蓋下海底那些 它什麼高音速那些 高音速放核武器 高音速載不了很多核彈 你要把核彈小型化 那你打下來 威脅也有了 是吧 最多是給你一個洛杉磯 但是你中國是沒有的 整個中國都沒有了 所以我說制裁會逐步逐步升級 好氣在後面來 現在幫香港不一定是直接幫 不一定是制裁香港的人 制裁香港的人事實上是不夠力 那些藥不夠猛的 你搞那幫人又怎樣呢 香港又是被那幫人壓住來搞 又是沒有自由 又是立法會又是要DQ你 又是不讓你選 要等一年 一年什麼都變了 是不是 所以真是幫香港的 其實在外圍 整個大戰略最終就幫了香港 只要掃清了這個政權 只會為了香港 袁爸爸應該呢 怎樣想辦法把這個政權 把這個專制政權搞定 整個大陸有民主憲政 台灣問題 香港問題 西藏問題 新疆問題 自然就解決了 如果這些東西你不搞定共產黨 你永遠都是受苦受難受壓迫 是不是 其實袁爸爸也有講過 他是有滅共的 那個視頻的最前面 其實你都講了那個 美國有必中共打第一槍 其實現在美國 無論是很多制裁問題上 例如台灣也好 香港也好 各方面都見到中共的底線 那現在你說 其實中共它有沒有可能能夠出手打第一槍呢 這個是不是可能真的很微呢 因為它根本不夠打 其實好像早幾月一個報導 好像中共會自己的一個官方人員都講的 如果要打的話 中共一天就玩完了 一天而已 那麼中共打不打呢 我們看一下歷史好不好 那麼你看一下落萬底登陸 落萬底登陸在人類歷史上是熱兵器的時代 最大一次登陸 幾乎要舉國之力 不單止舉了英國的資歷 還要舉了美國的資歷 英美有多少個船 有多少個人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一下落萬底登陸 好了 看完落萬底登陸以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台海登陸 那它登陸之前要做什麼呢 它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兵集結在福建一帶 把所有的登陸艇集結在一帶 把所有的那些導彈都有集結在那邊 在延河一帶 那些中短程導彈 那它這個集結的過程要不要時間呢 要啊 你運的兵 你用什麼運呢 用卡車運呀 用高鐵運呀 用火車運呀 那你在調動的時候 美國看到了嘛 美國的偵探衛星 全部看到了嘛 是不是 你這麼多船 這麼多車 這麼多 你的漁船呀 軍艦呀 要很大的人力 物力 才做得要攻打台灣 你不是說碰碰碰 打幾個導彈過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導彈和陸軍接不上的話呢 你一打出去 你的世界輿論就很大了 世界輿論都搞死你 是吧 美國都會大了 你要集結這個過程呢 起碼要 起碼都要成 人家算過而已 起碼都要成過月時間 我就認為 它這個集結過程 就是它滅亡的過程 它把這麼多 全國資歷我要改 你要把北部戰區 南部戰區 西部戰區 都要調兵險象過來 不是 你只有一個戰區 你一定打不到台灣啦 你要去幾個 起碼都要成五、六十萬人才能搞得到 當時你落萬帝等落很多人的 是吧 你要很多船才可以的 是吧 你都不用什麼軍事常識 普通人要想到 它要調集很多糧草啊 兵馬過來的嘛 它在戰略上呢 它應該擔心 這個調集的過程呢 就是被人一鑊砌的過程 它一集中在一起 一鑊砌你一鑊 你就沒有 你中國的 50年以後 你都沒有發動戰爭的能力的 我砌你一鑊 你把這麼多的艇啊 這麼多的軍艦啊 這麼多的人啊 這麼多的交通 它掉在一個省裡面 我美國防防防 幾下就 砌低了你 你就 打都沒打 就可以搞定 打都沒打 你就玩完了 所以打台灣 我覺得這個是 中國沒有 我認為 其他人不知道怎麼認為 我認為 還有一些 很多我們 阿春都這樣認為 打台灣呢 沒這個本事 還沒達到這種角力可以用 不可以去打的 加上美國也在 如果美國不在 它慢慢玩啦 是不是 沒有人制裁得到它 如果美國在 世界上有個美國 而且美國現在這麼多什麼台灣關係法 台灣旅行法 什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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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多少法 其實就是各方面 支援台灣 在未建立軍事同盟之前 因為這個建立軍事同盟的過程呢 需要時間的 那些事情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到的 各方面要評估的 因為我現在跟你建交 很多關係的損失 這些評估不過來 所以我們要 哇 這個有什麼法律後果呢 什麼呢 很多人在後台做評估 我們都要做評估的了 我們起碼要為我們的政府寫報告 所以美國斷交的 評估也要寫 寫幾百頁的資料 所以這個要有過程的 像川普 清網那樣 他們必須要拉起司法部一齊 是不是 清網就是國務院宣布啦 為什麼他要拉起司法部 司法部要很多法律評估的 這些工作很大量的 制裁一個人 這些很大量的工作 民主國家 法治國家 所以這個一下子跟美國 美國要跟同一一下子建立建交在後面 軍事同盟在前面的 不會說建了交才是甚麼的 先是軍事同盟 再建交 建交不是好像胡編所預料的進程 胡編沒有預料到 不如你們建立軍事同盟吧 那他比較尊嚴 不如你建交 建交未到時候 建立軍事同盟和美國立法 立了一個台灣侵略法 這個先做到 這樣就 講回剛才說打不打 我覺得中國沒有國力 還沒到打台灣的時候 澳洲 日本 美國都在 澳洲已經講了 澳洲的總理講了 打台灣 美國 澳洲一定要出兵 那澳洲出兵是甚麼意思呢 澳洲出兵 如果打澳洲在台灣要死人了 那澳洲被人打 美國還是要參戰的 因為澳洲和美國有一個世界上非常之活躍的 非常之緊密的軍事同盟 澳美 你看看澳洲 美國打 澳洲跟這個 誰打澳洲 美國肯定來 即時來 伏著街來 所以你說澳洲才表態 美國表態是很大的意義的 壓力是澳洲才表態 澳洲說 你如果打台灣 澳洲肯定來出兵 澳洲還沒這麼說 從各個方面看 中國打台灣 多類了 中國未有這樣的能力 沒有這樣的能力 只要你打台灣 台灣本身都有很大的力量 台灣和上海 台灣和福州 台灣和廣州 台灣和北京不是很遠的 中情導彈 浮幾個 你都死的 你不要以為台灣 你打他 別人不還手的 中國那些很多的那些紅粉 軍事評論員 他們的推 他們的沙盤推理就是 台灣把手綁住 給你任打的 所以說打台灣 不知道 二十四次 一會兒是三十六 一會兒是四十八 一會兒是七十 你打人 別人不還手的 你打台灣之前 你不需要撤退上海 福州 廣州 香港 北京 這些城市的人還坐在那裡 死硬的 你一打台灣 台灣就可能反擊打你了 防不你北京 防不你天津 防不你上海 防不你廣州 防不你香港 你怎麼忍受待 這麼多人口 所以從綜合分析呢 中國沒有這樣的 就是把這幾個城市的人撤去 四川也有時間搞 是不是 台灣的中城導彈都很厲害的 我想 不要這麼擔憂 聽起來你一說 我都不擔心了 說真的 嗯 真是不擔心 你想一下 不用說要有軍事常識 普通人你都可以想到 台灣不是任人打的 你不用集結部隊 你集結的過程 就是共產黨滅亡的過程 一句話 你夠膽集結 你就是滅亡的那一刻 就是這樣 講回最後一個問題 現在中共裡面的國勢是怎麼樣的? 就是現在面對國勢對中共的圍堵 裡面 有些類似說裡面有政變 有派系鬥爭的清算 又說有習近平跟你在強之間不和 看到現在這個地方裡面究竟是什麼狀態呢? 還有現在 因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共和黨的議員早前提了一個建議給特朗普 就是你可以將中共9000萬個黨員都停了他們的簽證 甚至說如果你制裁中共的20多個政治委員 就是200多個中央會員 170多個候補會員 2280個人大常委都是適當的 現在看到美國進步隨時可以制裁 就是新疆的官員都要制裁的了 以前早前汪洋和韓正都被點了他們的名字 現在種種的後面的壓力不斷的壓迫 去到中國大陸 其實現在裡面是一個什麼國勢呢? 會不會令到他們黨內 如果逃神啊 叛徒啊 或者是怎樣的窩裡反呢? 這些大家都很關心 你和中國捉了這麼多貪官 和他們的生活這麼微爛 你可想而知 其實他們這幫人是沒有理想的人 是一幫 現在是處於什麼狀態? 是處於一種政治上的高壓的狀態 政治上 譬如如果有一個人很厲害 他控制了槍桿子 像現在習近平 他控制了軍隊 控制了軍隊以後 你這幫人很難合在一起 就是每個人都害怕 我害怕他 他害怕他 他害怕他 那麼大家不敢動 但是他們 你說 我看到很多人說 他當兵的 軍官就說 如果他打仗 我就不當兵了 我就走了 就是 你可想而知 其實真的很少人說 就是要為一個政權 為他去打仗 現在迫於無奈 沒辦法 迫於一種安全的考慮 每個人都是一個連不成的個體 他們會恐懼 受到鎮壓 受到清洗 當一旦習近平控制有些鬆動的時候 這個政權就會瓦解 就會瓦碰封離截 那現在習近平呢 他 他真的能夠一直都保持這種 這麼緊張的狀態嗎 我想他很艱難 他保持了六年了 他一直要保持下去 真的 他那個精神狀態是 處於高度的緊張的狀態 你看他很神經的 是吧 又是誰 他自己提拔那些軍委 那些參謀總長 最後一個個月被他自己打倒 所以他處於一種很多人反抗 加上美國這次這樣搞 這樣制裁 這樣制裁 危及到官員個人的利益 他們這麼辛苦 當官其實他們只是為錢 你以為真是為理想嗎 沒有的 從他們反映出那些 暴露出來的那些官員的腐敗程度 他們都是為了出人頭地 能夠發財 當官都發財 那麼他們這些財 能夠保得住現在一個問題 瑞士又說要開始搞事了 瑞士上次 昨天 明天 今天 昨晚 瑞士又說要捅出來了 瑞士捅出來了 他的火力很大 美國這樣不斷來的制裁 共產黨又不讓他入美國 不讓他入美國意味著什麼? 不讓他入美國 那我在美國有些存款啊 銀行 那些處理啊 我的房子啊 那些東西突然間就 進不了美國什麼都處理不了的 你給那些小孩未必可以這麼放心的 有些小孩有時候 兒子和爸爸都不太放心 你給他這麼處理 而且他的兒子都是危險的 這些情報其實美國都有的 美國的情報部門 就不幫各國了 不是開玩笑 其實都掌握這種動態 所以他們這樣搞呢 就會動搖了 習近平的軍心 本身習近平的樹敵夠多了 柏熙來 周永康 他們還有很多親朋識友 還有很多利益受選者 那些人不得你 習近平早死了 至於共產黨 怎麼都不關我事 你死了我都出一口氣了 習近平搞死了多少人 很多人破產 很多人沒有命 所以習近平的敵人 非常多 還有不是習近平的敵人 是利益的人 既得者 既得者 譬如 我做了官 積了幾千萬 退休以後 媽媽撕的 搞了兒子 搞了兒子 老婆去到 你難道去朝鮮嗎 當然要去澳洲 去美國 去英國 去加拿大 去新西蘭 都是五眼聯盟的國家 很多人都去日本 都是去五眼的國家 五眼的國家 只是現在 忠實的美國自由 慢慢就來搞你了 只要美國搞出制裁法 在這個制裁法的統領下面 澳洲 加拿大 美國 就有藉口 有根據 情報人員 法律人員 有根據去動力財產 以前沒有 以前沒有動力財產 現在簡直就是 擺出來 有能力 有法律根據去動力財產 這種事情 加上大陸的高官不是很懂事 不是很有法律意識 他分不清哪些要被人動 哪些要被人動 他又不知道裡面的程序 又不知道裡面的工作的程式 那些法律的體系 搞不清楚 懵懵一點 他們處於一種恐懼的狀態 財產 你調去哪裡 調去大陸又不行 澳洲調去英國又不是死 最近好像 那個什麼軍 斯納軍 他就是調 他就是調財產的過程裡面 出了問題 大筆大筆就是財產在調動 哇 薩健平一看這個人 哇 現在派你去武漢做事 做完沒多久就可以調財產 你看看你是不是把那些情報招起我走人 就動他了 動了他 他就是 斯納軍幾億幾億的財產 調進澳洲 他那些白手套 他那些人調進澳洲 有些人轉去紐西蘭 被頻繁的財產調度 那就失敗了 所以他看到還有些想 哇 你共產黨保不了我 好像那個什麼娟 娟 娟 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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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哇 為你賣命 我走了 我已經進了這個 你自己的領事館了 我不是進去美國領事館 黃阿鈞去了成都領事館 去了成都領事館 美國港版出來 情有可原 我進了自己的國家領事館 你都不補我 還要我弄出來 那個女兒還要讓你構造人質 那你說其他的人會亂想 那你說 哇 共產黨夠狠 不行啊 跟這幫人打工不行啊 哈哈 遲早都 好像說的 香口膠就照啊 照啊照啊照都沒有了 每個人都不知道誰 腳底下的香口膠都不行 所以這種架勢呢 就是造成一種壓迫 一種精神的壓力 一個法律的壓力 使得整個中國官場 現在好像煮開水一樣 就是很不穩定 不小心就倒台了 只要扎堅定 就是有什麼閃失啊 他現在高度 他現在有些決策好像神經病一樣 你有你說的 我有我說的 就是平時我們說的 哇那個人自己說 自己淋淋淋淋 都不理我講什麼的 那這個人有神經病 那你看看王毅他講的都是 哇他有他講的 美國有美國講的 那不是神經病 完全是符合精神分裂症的那些 那些議員表達方法 你看看他講話 他不知道美國講什麼的 他自己講他自己的東西 從頭到尾都講他自己的東西 什麼香港啊 是中國一部份啊 南海也是中國一部份啊 台灣也是中國一部份啊 美國也是什麼霸權啊 什麼什麼什麼 他一直都講他自己的東西的 他不知道他不會想一下 美國你這樣搞 有這樣的事情 我可不可以讓一下你啊 或者我可以妥協給你啊 那很遠跑去救金山 跟美國聊天 美國告訴我 這個人有什麼要講呢 有什麼要給我妥協呢 這個人一去到那裡 又是講他自己的東西 他有他講 我有我講 那不是神經病嗎 這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以前那個 現在那個薩達姆 他一個助手呢 他的法律顧問呢 就給他準備一份 叫做精神分裂症的法律鑑定師 就說他呢 在這個期間他患了精神病 那以後被人抓了呢 他審判的時候 就把這份報告書遞出來 給法庭說你精神病 那就算了 你不再加 你以前的就這樣 其實現在你開張 比習近平都是一樣的 習近平現在他的決策 他的語言系統 他的表達 全部都是神經病毒特徵 他有他講 你有你說 所以跟美國講不完的 你看看他王毅 還有那個什麼什麼 那個還有一個 楊潔篪 你看看他的兩份報告 是吧 他有他講的 美國有美國講的 很怪的 就是他那些人 根本都聽不到 美國講什麼 也不管美國講什麼 也不考慮別人要什麼 這樣講話 這樣去講話 那你怎麼改善美國關係 你怎麼跟美國 什麼談判 又說 中國領土 台灣 涉及到主權利益 核心利益 是不談的 以前說的 是不談的 前幾天又說想談 想談就談 但是你想談 你又不是說想談的那些什麼 因為你說台灣 也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你70年都沒有去過台灣 統治過台灣 一堅 一轉土地都要進去 也是你一部分 香港也是一部分 中英聯絡聲明 你又不理 南海 南海 九段線 一畫畫到人家 馬來西亞 那裡人家五十海里 到那裡 你要飛一千海里 那個島也是你的 那這些事情是不是 很不合邏輯的 很不合正義 也很不合道德 不要說法律 不要說法律 法律你全部都不遵守 是吧 這個世界衛生條例 大陸條 你要去20多才報 你整個月都不報上來 搞死這麼多人 你中英聯合聲明 你又說他是過時的歷史文件 那麼歷史文件 不理中英聯合聲明 也不理《基本法》 搞出一個《國安法》出來 是吧 加入WDOD 又不遵守這個法律 是吧 每樣東西都不理 每樣東西都不講法 所以說 如果從法律講到說 他這些是精神分裂症 他這些話語 話語是語無論次 毫無邏輯 自言自語 不理對方 這些是不是神經病 是吧 如果有個人跟你在面前說話 嘩 這個人 又不理我說什麼 他自己說自己的東西 是吧 邏輯混亂 也不看到 明明這件事是錯的 他又不知道 這些神經病 習建平 由於習建平呢 他是個人獨裁 個人獨裁很容易產生這個 決策神經病 因為那些專家 全部都不要 被打倒了 全部都是他自己想的那些事情 他的思維系統 他的語言系統 他的意識觀 他的價值觀 其他的 好像這次《國安法》 這個《國安法》立出來 肯定知道他後面 沒有法律專家 沒有憲法 什麼都沒有 亂來的 《國安法》大於《基本法》 《基本法》是憲法 為什麼《國安法》大於《基本法》 《基本法》 可以不受《基本法》的影響 不受《基本法》的國安公署 那個《國安公署》 可以不受《基本法》的管制 他那幫人 《國安公署》 《國安顧問》 他是在香港有特權的 他是不受《基本法》的控制 這個法律在後面立法的過程 是不是沒有法律專家 沒有憲法學家 這幫人全部打倒了 我看北京那幫法律專家 全部都不敢出聲了 這個國家 那些國安官員在香港的權利 整個領事那樣的 全部都是特權 領事有時都沒有這麼大的特權 領事都是有限的外交保護權 他這些是好像領事那樣的 連《基本法》都不遵守 香港的陪審團又不理了 陪審團又沒有了 陪審團沒有了 審香港人 林鄭月娥整三個法官 你重的罪 不是你法官說的 陪審團說你有罪才有罪 有國安法官特別法庭 特別法庭 陪審團 因為你要選陪審團 為什麼不讓你用陪審團 因為陪審團那些全部 從老百姓那裡來的 從市民來的 他不認為你有罪 到時候那個人抓了以後 陪審團說沒有罪 那氣死了 那當然不讓你有陪審團 抓了你 而且國安法是不給保釋的 知道嗎?很慘的 知道 沒得保釋的 沒得保釋的 他說他沒得保釋 那後面寫 這個無罪推定 這個我們是遵守的 你沒得保釋 怎麼無罪推進呢? 你一抓出去就當你是犯人 你連保釋權都沒有證明 就是有罪推定 從你抓那天就是有罪推定 無罪推定就是 你法庭你判我之前 我都是無罪的 那我無罪我 我可以保釋 那這個保釋是由於無罪推定得到的 還有人身保護令又沒有 就沒有了 警察抓了我 我不對 我去法庭申請 你覆核 人身保護令又沒有了 是不是? 那他又說 還是堅持一國兩制 遵守基本法 你說他是不是神經病呢? 就是他講的東西和做的東西都不對的 不是神經病 這些就是決策神經病 他都不知道 國安法出來 他要面對很多國際壓力 會損害香港的金融 經濟安全 美國 英國 整個歐洲 這些西方國家 發達國家 有錢的國家 都很反對的 他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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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聽見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 香港人共和 香港人共和 他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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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他 你不是神經病呢? 你認識一個朋友 你認識一個朋友 你跟他講話 他講他 他都聽不到你說什麼 你不是神經病 是不是? 如果你是神經病 你好像聽不到我講話 好像聽不到我們澳洲 美國 講話 聽不到的 聽到你說一些國際的大環境 甚至乎中共內部的壓力 其實我們小小的 香港現在是不是我們 先不要怕著 其實我們還有看的 現在大家先不要緊張著 現在香港人呢 就是說 我們不需要很刻意去抗爭 就是不要急 不要急著要民主 因為中國沒有民主 香港必定沒有民主的 所以香港人呢 就是說 哎呀 就是放鬆一下 放鬆一下 不要那麼緊張 不要 一定要跟他撐這些 把自己的命 說要進去坐牢 那你 大家都是 香港人的數字 香港人的數字很高的 那 如果你犧牲了香港人 大陸以後都沒有希望 大陸那邊很多數字不行的 那你說以後 什麼民主啊 這些覺得 靠大部分 靠香港人 台灣人 還有一些大陸人 所以香港人 我希望他們不要那麼拼 就是看啊 放長眼看 看共產黨怎麼玩完 他慢慢慢慢玩完 大家不要那麼急 如果實踐平 他一下子放鬆 打個砸 打個砸 想睡一睡就死了 他現在每天都睜著眼看著 哇 那你堅持得多久啊 哇 很緊張啊 看著黨政軍 那你不要 你總要 老虎都要睡覺的時候 他如果是 他不小心就玩完了 真的 有這樣的趨勢 是啊 所以我們香港人 放鬆一下 就是 明知道他是這麼衰的 你跟他爭拗都沒有了 立法會議要推遲一年 那你一看一看 什麼意思 怕你 怕你的人上去 你看地區初選 贏你一大片 那他要DQ你 DQ你的後選人 推遲一年 那你也知道的 你不用這麼緊張 唉 這幫人真的在玩東西 那你就看著他 看著他有多長命 不要說 又要跟他砰啊 又要跟他抗啊 就是犧牲了自己 無謂的 就是我是這樣 希望香港人 留置自己的生命 留置自己的熱情 就是這樣 嗯 我們今天的採訪 先到此為止 我們很感謝你 接受我們的採訪 給了我們一個很精彩的 一些內容給我們 我們下次再請你 給我們看中國的朋友 講你的知道 你知道很多東西 所以 是的 講你知道的內容 講你的專業 跟我們香港人打氣 好嗎? 好啊 好 好 謝謝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拜拜